齐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雷恩家的宠物 当时邻居家的狗吓了一窝小狗 齐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带回了家 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个孩子 这窝小狗中长得最弱小的 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的混种 邻居问我母亲你喜欢吗 她说我很想要 于是我母亲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家 给它起名叫齐普斯 这只狗很聪明很听话 然后战争爆发了 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队 我母亲认为齐普斯很适合 虽然他们有些难过 但他们知道这么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在卡萨布兰卡会谈 策划战争大计 齐普斯负责看门护院 同年7月 齐普斯随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 展开了哈士奇行动 艾伦·索罗普中校讲述了这段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遭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 齐普斯冲了过去 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如何从机关枪掩体中出来的 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脖子 齐普斯受了烧伤但活了下来 由于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美国军方后来曾授予他迎新勋章 并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 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 因为有人抱怨说军工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 70年后 齐普斯被追授PDSA狄金勋章 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颁发的 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 周一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 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与艾伦索罗普中校 一道代表齐普斯接受了勋章 齐普斯在二战结束后回归故里 照片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下船回家 约翰·雷恩说齐普斯获奖让他很感动 这是对一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他的英雄业绩在70多年后终于得到了正式表彰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陽明天和年的地份 这是今天 چMC受脑加的元闻 。 多 ограни-18 самое 以上那下面我们在阅下显炫 8 percep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